当地时间1月30日,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举行2019年春明酒会及外交之友颁奖历史。 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特派员谢峰在致辞中勉励港人以服务国家为荣与国家外交同行。 谢峰说,2018年是很不平凡的一年,变乱交织的世界充满了不确定性。 改革开放的中国从容应对各种挑战,风轻气震的香港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续写着一国两制的成功故事。 谢峰表示,广大香港同胞是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维护者,是中外人文交流的促进者,是国家互利共赢开放战略的践行者,也将在新时代改革开放,特别是一带一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继续扮演超级联系人和促成者、推广者的重要角色。 外交肩负着为民族复兴,营造良好外部环境,为人类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的历史使命。 我们希望更多香港同胞,特别是青年朋友,加入外交自由队伍,以服务国家为荣,与国家外交作伴,与驻港公署同行,把爱国爱港爱外交的外交自由精神心火相残, 共同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崭新篇章。 九会现场还举行了外交之友颁奖仪式,首次授予香港特区政府绿政司前司长梁爱施,横龙集团董事长陈启宗,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刘尊毅,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蔡冠生,外交之友称号,以表彰他们长期以来为国家外交和涉港外交做出的杰出贡献。 当天,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香港中联办主任王志明,解放军驻港部队政委蔡永忠等作为主理嘉宾,和香港各界数百人一起出席了春明酒会。